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俗语说的都是针对建房子的一些规定和讲究 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之所以很多人建房有这么多讲究 那都是因为房子的好坏对我们的居住影响深远 例如大门是巨福纳财的关口 大门风水的好坏关乎一家人的身体健康和财运状况 就有一句俗语说 房屋不开五门 这句话里面的五门是指哪五门呢 同时又有什么讲究呢 一 房屋不开五门 首先这句俗语第一种意思就是说 建造房子的时候注意大门不能对着五种事物 一 房屋大门不宜对着四堂 庙宇等祭祀场所 老祖宗留下迷信说法就是说 四堂 庙宇等地方都是供人烧香祭拜的地方 而房屋又是人居住的地方 居住的话怕不吉利 所以一般房子大门是不该去对四堂或庙宇的 还有 四堂庙宇肯定经常有人前来烧香祭拜 如此一来也给我们房屋居住环境带来影响 二 房屋大门不宜对着三叉路 因为三叉路一般车子都比较多 我们居住在房子里也需要经常出出进进的 特别是小孩子喜欢到处乱窜 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 所以房屋大门对着三叉路的话 安全问题没有保障 另外 既然是三叉路口 车流量相对比较多 灰尘漫天 汽车尾气都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 三 房屋大门不宜对着电线杆 高大的电线杆会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另外 电线杆的磁场比人体要强 时间久了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还有 电线杆对着大门也给我们出行造成很多不便 所以大门最好需要避开电线杆之类的杆状物 四 房屋大门不宜对着大树 我们都知道大树对着大门会遮挡阳光 房子里如果缺少阳光 容易引起室内潮湿 然后就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五 房屋大门不宜对着别人家房屋墙角 在我们这里 房屋大门不能正对着别人房子墙角 因为墙角属于尖锐物形状 对着话也会不太吉利 不过这种情况在大城市是比较常见 但也相安无事 第二种意思是说 这五门是指朝北开的大门 一 我们都知道建房子应该讲究坐北朝南 大门应该开在南侧 房屋才会东暖夏凉 南北通透 而这五门如果开在了北侧 将不利于阳光的照射 容易引起室内潮湿 对人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所以说房屋的北面 这五门是不能开的 另外第三种说法 刚进房屋的院子里 不能同时看见五扇门 这也是不好的 当然这是种迷信说法 没有任何根据 说到门 家门前的风水禁忌知识 大家都了解多少呢 下面我们再来一起学习 关于门前需要注意的那些风水问题 避免厄运离门 为一家迎来好福气 二门前不可不知的风水禁忌 风水中 大门是整个住宅最为重要的那气之口 是财气集气进入之地 关乎着整个住宅的财运 所以不能随便乱摆放东西 否则大凶破财 那么门口都不能摆些什么东西呢 一不能放尖锐物品 所谓的进门不见尖锐物品 也就是在开门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 见到例如剪子 刀或者其他的锋利的物品 因为在风水学中 这些利刃和尖锐的物品有煞 悬挂在进门处会形成一股煞气 这样就是犯了风水尖脚煞 在风水学中 尖脚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较为常见的行煞之一 也是危害较大的煞 尖脚煞不仅影响宅运 对家人的事业运 财运 婚姻等各种运势影响巨大 对主人各方面的运势 都非常不好 尤其是家人的身体健康 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会发生灾祸 而且在风水学中 尖脚五行属火 如果住宅犯了尖脚煞 则容易导致家人脾气暴躁 口舌是非不断 长此以往导致家人感情失和 很多人家里都是木门 很容易在门口钉钉子 挂绳子放置物品 木门是一家的财运根源 木生水水生金 门上钉钉子相当于卸财运 所以应当使用无痕挂钩代替 效果会好些 二 门口不能放镜子 在风水学中 镜子不宜摆放在对着门的地方 因为在风水学中 镜子有着反射之功 会反射煞气和急气 通常来说 镜子适宜用于卸煞 在风水学中 大门是整个住宅最为重要的纳气之口 是财气急气进入之地 关乎着整个住宅的财运 但是在风水学中 镜子有着反射之功 镜子反射不会只反射煞气 财气也会被反射出去 所以如果大门对着镜子 则会导致财气还未进来 就会被反射出去 这会影响住户的事业发展 和财富运势 不利于住宅风水财运 而且大门对着镜子 风水导致阴阳失衡 特别是住在高层楼房的低层用户 周围树木遮窗 家里平时很少能照进太阳 本来阴气就重 如果大门再对着镜子 而镜子在风水学中又属阴 则非常容易导致住宅阴阳失衡 令家中人员得怪病、暗病 如果对面邻居门门上放置镜子 正好反射自家房屋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极易导致自家运势跌落 或是财运一蹶不振 自家门口被镜子照射 表明照射方将污秽之气 统统赶往自己家中 对风水极其不利 3.门口放三样 财神来了不想走 门口这个气场进出的主通道 如果能放上几样东西 财气往往都会越来越旺 大门口摆发财树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发财树在风水中是可以招财 但是摆放位置大家一定要注意 将它放在门口 可以吸纳财气 使家中运势转好 但是发财树要保持干燥 来防止阴气的聚积 这样才可使财运聚集 2.辟修 在家里摆放辟修的话 也是一种招财方法 不过要提醒大家 摆放辟修的话 要对辟修开光 而且辟修的摆放方法和注意事项 也需要了解一下 对于首饰或者吊坠的辟修还能佩戴 辟修助偏财 但是也是招财方法之一 辟修是凶狠的锐手 且护主心特强 有镇宅辟邪的作用 3.水晶 水晶石是聚集大自然之灵气而成的 是一种有灵气的石头 将它放在大门口 尤其是黄水晶 是最能招财的 它还可除去家人身上的戾气 使人充满积极的生活情趣 所以白天将黄水晶面向大门外 或面向阳台放置 可以收入灵气 晚上将它收回室内放置 可以改变家中磁场 使家中汇集财气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